在家休息一个月 你这都多大岁数怀孕了 你自己还不在意点 也就咱这高尚的职业吧 要不早就跟皇太后在家共着了 还说我呢 那你当年不都是生孩子之前 还在手术台上的吗 你跟我那时候比 我那时候小姑娘才二十五 我这就心疼你 你说你一天到晚忙忙叨叨的 怎么了 没事吧 说话呀 我怎么看不到孩子心跳了 念初 你也知道像咱们这个年龄都是怀孕 流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再加上你又刚从非洲回来 那边的工作环境 生活条件又不好 你回来以后也没调整 就意外怀孕了 其实对胚胎的生长发育是不利的 回来以后赶上这对破事 你情绪又不稳定 压力又大 其实我觉得这孩子没了到是件好事 你只好趁着工作再好好调整调整 要给健康的孩子不是更好吗 你说咱俩这孩子要是生出来 哪里多聪明 多漂亮 我告诉你 这孩子要是长得像我 这孩子要是长得像我 那就更漂亮 那就更漂亮 你帮助就说 这孩子要是长得像我 我当然是长得像我 这孩子要是长得像我 ¡ Semazuje, 年轻人你 这里要是长得像我 那儿子, 年轻人你 Life is from the internet 这孩子要是长得像我 你的孩子要是长得像我 小我就是长得像我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她 你要相信我的情姻 并不佳 你们干什么 包上什么事了 吃面包 李睿 我正好找你呢 十二床是吧 查出来了 纤维硫 凉性 太好了 吓死我了 幸好我当时跟他说例行检查 要不你说他这么大肚子 估计早就生了 别着急了 吃点东西 不吃不吃 我都烦死了 我那儿有个更麻烦的 一个肺栓色病人 查出有严重的冠心病 我说给他做检查吧 人家属闹着要出院 是住那个ICU病房的那个吗 那男的我知道 你说这男的怎么这样啊 自己老婆的病情不关心